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不要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 太多人活得不像自己 思想是别人的意见 生活是别人的模仿 情感是别人的引述 生命是自己的画板 何必让别人着色 世上最愚蠢的事情 莫过于在别人的世界里囚禁了自己 过着二手的生活 向外抄袭 不如向内生长 当你开始忠于自己 开始打磨自己 你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自在 更有底气 一 不要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古人云 三世而立 然而现代年轻人 却对三世而立的标准 充满了焦虑和争论 三十岁的人 存款没有十万正常吗 三十岁还没有买车买房没结婚 是不是很异类 三十岁了 工作依旧是在打杂 还有旧梦 什么年纪做什么事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时钟 习惯了遵循社会时钟 我们往往会默认 三十岁就应该功成名就 否则就是一个失败者 人生没有统一的模板 真正的人生赢家 并不会被外界裹挟 而是不为年龄 不给自己设限 正如村上遵守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 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 才是正确的 无论别人怎么看我 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 19世纪的美国 有一名年轻人 从哈佛大学毕业过之后 当过教书将 当过报社记者 做过土地测量员 可惜都是无疾而终 旁人看他生活落寞 劝他跟身边的成功人士 请教经验 他却说 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 也不乐意跟你们 挤在天鹅中椅子上 我宁愿坐牛车来去自由 也不愿意搭乘豪华缆车 和你们一起呼吸 1845年 28岁的他 更是离京叛道 远离喧嚣城市 只身前往瓦尔登湖 隐居两年零五个月 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 享受内心的从容和愉悦 这个年轻人 就是后来写出了 享誉世界的瓦尔登湖 被誉为 自然随笔创作者的 美国作家 亨利·戴维·梭罗 梭罗成名之后 有一位粉丝致信梭罗 表示想模仿他到野外独居 梭罗果断否定了粉丝的想法 每个人应追寻自己的心 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 三毛曾说 路是由族和个组成的 族表示路是用脚走出来的 个表示个人有个人的路 不是每朵花都要果色天香 哪怕是微小的台花 只要活得像自己 就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 摩西奶奶的人生堪称传奇 她原本只是美国农村 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却在76岁选择了 从零开始学习画画 到了80岁的时候 她已经创作了1600多幅作品 并且在世界各地的画展中展出 人生逆袭开挂 一越成为美国最富盛名的画家之一 她坚持作画 迟到101岁离世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只要敢于突破社会时钟的限制 梦想就不会遥远 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中写道 我们一定要建立自我评价体系 不要被别人的评价牵着走 在走自己的道路上 要奋勇之前 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更重要 不是吗 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 找自己的路 我们不需要复制别人的生活 而是要自掐在自己的时区和节奏里 爱你所爱 行你所行 只问初心 只问敢勇 无问袭东 二 不要听别人的故事 流自己的泪 懂得共情的人 往往会换位思考 能舍身触地地为对方着想 然而 共情一旦泛滥 往往会被对方利用 给别人撑伞 而淋湿了自己 今年五月份 男子撞兰博基尼 下跪求饶 转头炫耀 冲上了微博热搜 原来 一名骑电动车的小伙 撞上了一辆四百万的兰博基尼 豪车车灯处被撞坏 还掉了漆 骑车小伙 怕赔钱 声泪俱下 给车主下跪求原谅 出于同情 车主没有向小伙索赔 可骑车小伙非但没有感恩 转头就在车友群和朋友圈 炫耀自己撞了一辆兰博基尼 还不用赔钱 还称 争取下次呀 再撞一台保时捷 下跪求情是演戏 炫耀撞车是本性 电影教父里有这样一句话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士 毫无原则的仁慈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主人为乐是美德 可没有底线的主人为乐 就是自寻烦恼 共情给错了人 非但一文不值 还会被对方踩在脚下践踏 热播电视剧《人世间》中 有这样一个片段 周炳坤买房被骗 被迫带着周家老小要回老宅 之前同情吴倩一家人没房子住 于是将老宅免费借给他们 但现在四孤不暇 也只好让吴倩还房子 这时 吴倩却是变脸赖着不搬 对周炳坤是烦咬一口 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呀 不仅如此 吴倩还加码要求周炳坤 给他老公找工作 不然就不搬了 周炳坤本来是同情吴倩生活不易 吴倩对周炳坤是变本加厉 拿自己悲惨的生活当作要挟 无底线的索取 游易的小船说翻就翻 双方在农夫与蛇的剧情中不欢而散 诗人顾成在玫瑰中写道 玫瑰佩戴着瑞刺 并没有因此变成荆棘 它只是保卫自己的春华 不被野兽们蹂躏 共情成可贵 但共情没有长出瑞刺来 那就是软弱 不要听别人的故事 流自己的泪 做一个带刺的玫瑰 花香飘色林 瑞刺保自己 三 不要占别人的队伍 闭自己的嘴 今年三月 一位天津爸爸 因为校园食品安全 怒对学校领导的视频 在网上刷屏 我就一个孩子 不要二胎三胎 谁弄我的儿子 我弄谁 允许学校犯错改错 掩盖错误才是最大的错误 不要觉得我们孩子在这儿 你们就肆无忌惮了 我敢露这个脸 不戴这个口罩 我就做好了准备 我当跑会没关系 客费的孩子得到好的发展 教育安全 是我中心的希望 有个传播学理论叫沉默的螺旋 人们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意见 获得多数支持 就会更加积极的加入表达 如果相反 就会保持沉默 久而久之 少数意见将会越来越沉默 很多家长呢 并不敢 也不愿跟学校撕破脸 家长把孩子送到老师手里 就像压了一个人质 家长怕被撕票 于是 家校矛盾不到万不得已 很多家长通常会选择沉默和退步 这位自朝威炮灰的爸爸 实际上是最勇的逆行者 说出了很多家长敢怒不敢言的心声 狠狠地打破了沉默的螺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埃洛特·阿伦森 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写道 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服从多数派的意见 如果每个人都遵从不公平的 歧视性的法律或命令 来实施非法行为 社会便不会有进步 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汉 曾经做过一部尖锐的电视访谈栏目 真相访谈 揭露真相 向社会的一切虚伪和黑暗开炮 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倒卖妇女人口的犯罪行为 残疾人的生活困境 等等社会公平问题 都是节目讨论的话题 一次次揭开社会的伤疤 并引导人们努力改变 让理想照新现实 阿米尔汉化身最勇的雇佣者 孤身走暗巷 对峙过绝望 也敢赌命运的枪 因此被称之为印度良心 一位已经功成名就 生活美满的人 为什么要去操心别人的苦难 阿米尔汉给出自己的答案 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一连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 一呼一息中体会心中的共鸣 不要站在别人的队伍里闭自己的嘴 即使一个人也要顶天立地 像一支队伍一样去呐喊 去战斗 杨将先生说过一句话 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可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人活一世 最重要的是活出最真实的自己 而不是变成别人的影子 见贤思奇没有错 但首先要对自己开明 上进而不迷失 欣赏别人更要自容自洽 乐善好事没有错 但首先要对自己慈悲 随和而不软弱 温暖别人更要保护自己 融入集体并没有错 但首先要对自己无悔 合群而不盲从 顾全别人更要勇敢发声 愿我们都能找到自我 追随本心 像一只自由的鸟 栖息在自己的王国小岛